2015至2022年间 供应比现在充沛得多的乌军正规军部队 在顿巴斯地区执行猎度远不如现在的军事任务时 尚且要按照训练三个月 作战三个月 修整三个月的循环进行轮替 如今十几万乌军在恶劣的前线连续作战 后勤攻击和装备保障也远不如前 军人中还掺攒了大量临时动员平民来组建的撞丁部队 而原有的所谓职业精英的部队 则在战斗中越抹越少 本周虽然从大夫地图上看俄乌战争的局势 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但在关键的顿巴斯方向上 俄军的进攻的确取得了颇为重要的进展 在顿巴斯期限 本周三 也就是5月25日前后 俄军攻入了双方争夺多日的红利曼 击溃乌军第79空突旅和当地驻防的其他部队 俄鲁其第二营 歼灭其旅部 乌军残部沿红利曼以南突围 而在顿巴斯东线 俄军在5月中旬 利用一次合同攻势攻占了波帕斯纳亚地区 在向四周几个定居点延伸的同时 依托波帕斯纳亚集中炮兵部队和乌军 打起了乌军的炮兵力量 从政治角度看 俄军执着于这个区域有其道理 在眼下 乌军聚首的突出布阵地 被顿尼茨克在地理上使鲁干斯克州内最后 含有乌军夺空的地区 因此 打下该地对于鲁干斯克人民共和国而言 算是俄军在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时 履行恢复鲁干斯克疆界的承诺 同时 也是俄军在顿巴斯正面的重大进展 也因为类似的情感因素 鲁干斯克当地的民兵部队 在执行这一任务上的积极性和事迹 也相对较高 而从军事角度看 伴随着特别军事行动后 头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穿插作战 俄军对于乌克兰各个方向上的作战 难易程度也有了初步的判断 在基辅周边的穿插部队全部撤出 同时基本肃清马里·乌布尔的亚素营武装之后 以北顿尼茨克为核心的突出部 虽然盘踞着乌军不少主力部队 但俄军却因为处于外线又有进攻作战的有力位置 按照先业后难的作战思路 在北顿尼茨克周边开展攻击 是俄军接下来比较容易获得战果的方式 客观上也有利于为攻打马里·乌布尔的俄军部队 补充人员装备 同时进行修整赢得更多的时间 对于俄军来讲 这是过去三周的事实证明 由于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军队的高兵力密度 和不低的炮兵火力密度 在对乌军支援力量和后援进行彻底杀伤之前 只往战争游戏中那种机动穿插 分割包围的军事浪漫主义幻想 立刻成真很难实现 为了突破乌军绵密的防线 俄军的作战重点也就变成了 集中力量对乌军的炮兵部队进行打击 同时在正面集中兵力攻击几个狭窄方向 以其通过短促的突击逐步动摇乌军的方向 与战线变化不大 作战样式看起来就成了节应战 大呆仗 战场的主角就成了各种无人机的相互侦查 和炮兵部队的大限审美 尽管从高层角度乌军也要继续战争的理由 俄罗斯方面也有把战争打到胜利的意志 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讲 这场战争还能通过更多的精确制导兵器 更多的热成像和无人机 来歼灭乌军有生力量的方式来进行下去 尽管这对于整个俄罗斯军事工业 都是一种挑战 但对俄军而言 至少是一种积极取胜的机会 而对于乌军而言 乌克兰自己已经差不多动员到了极限 其战斗力的存续和维持 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仰赖于 北约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 诚然 北约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北约也愿意看到乌克兰战场 成为新时代的阿富汗 尽可能多的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和意志 但北约的军事库存不是无限的 他愿意为乌克兰买单的金额 也不是无限的 对乌克兰而言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 只要北约援助到位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一种痴人说梦 面对越来越不利的战争局面 战场之外的大局势会如何发展 就要取决于乌克兰内部 对于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有多大意义的盘算了 对于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局面